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 这样的一个黄金地段信义区 怎么还有这样的破屋存在着呢 我们看到信义区呢 有这么一栋屋林已经超过44年 这样的一个性为整建住宅 不但呢 天花板看起来都非常的破损不堪 而且到处呢 都是有严重的臂癌 事实上它还临近五星级的饭店 但是为什么这样的房屋还是存在在这里呢 接下来看看我们的报道 弹布墙面恐怖避炎 还有杂乱电线 加上随处可见的蜘蛛丝 这里可是还住有近500户的 性为整建住宅 光看里面的样子 你可能不太想住在这里面 不过外头呢 可是信义路的黄金地段 而有这样的反差在台北市可不只有一处 同样位在黄金路段上的基隆路整宅 你看看它的外观 跟对面的五星级饭店相比 几乎像是两个世界 秀到发黑的防盗窗 对上华美大厦 同一地段 其他建屋每瓶 至少要价80万以上 基隆路整宅 却跟黄金地段毫不相称 类似的整宅建筑 北市一共还有23处 屋林几乎都超过40年 租屋品质这么差 对不对 对啊 那我们当然希望说盖一个大楼 可以让这边租屋的品质更好 我们这边又是重要的地方 对不对 因为刚好在市政府 在台越这边 对 更希望是这样 那个建商印象叫量的那么多 量的根本没办法 一楼做生意都不愿意就对 一楼跟大楼 因为他们生什么大家都会生 一楼金店面当然不想被都根 加上建商 狮子大开口 就算大部分住户同意更新 供权利也难以介入 据说 新闻市场里面 大概他的住宅比例 很多的比例是租给外面的人 所以目前整合的 整合状况不是太好 那么我们会尽量在这个 容积的审核上面尽量的协助 北市府给糖吃慢慢磨 但就怕周遭建物一栋造的比一栋豪华 而未在黄金地段的整间住宅 渐渐被遗忘在时光里头 记者李政华 张清俊 再见